剛下班,今天要來吃麵線臭豆腐 為什麼會突然提到麵線臭豆腐呢?就是我們附近其實好像沒有 好吃的麵線臭豆腐 那我是蠻喜歡吃麵線臭豆腐的 那為什麼會知道這一間呢 昨天 我去買了一張桌子 買桌子的路上 在臉書滑嘛,滑就看到 它寫中立,為什麼說中立桌子1500,好啊,過去一趟 結果打開Googleman 10公里 要開25分鐘 中立到中立,為什麼要開25分鐘 算了啊,就是 跟人家說要,總不能 嫌麻煩就不去嘛 人家也願意等你,晚上10點半 那我們就去 就去拿桌子,順利買到 那買到的過程 我就看到 旁邊有一個麵線臭豆腐的招牌 那不然就試一下好了 反正宵夜沒吃,試一下 一吃,驚為天人 麵線臭豆腐其實很難做難吃 只是後來 長大以後慢慢好像 沒有吃到小時候吃的那麼好吃的那種味道 那這種東西 好吃你說多好吃,我也不會講 反正那一間就有讓我回想到 我們小時候在吃麵線臭豆腐那種味道 我小時候是住那個大安區 安區間那邊 那邊小時候就很多好吃的麵線臭豆腐 只是長大以後在這種周邊 汐止基隆 桃園好像 就 再也沒有吃過那種好吃的麵線臭豆腐 那這一間 你要介紹給大家看 雖然說 離我們店有點遠 那不過就是 來我們店裡不見的是 台北人嘛 也有 往南的啊 也有觀音洋梅的啊 所以說這個方向搞不好順路 那重點是辣椒 他辣椒真的很厲害 你要問他辣椒有沒有賣好了 辣椒有的話我跟他買一罐 那我講到口水都開始分泌了 然後 他那是街邊店啊 老闆離很近 我就 不好意思邊吃邊講 現在該講的講一講 然後等一下 就是看影片就好了 好不好 好待會見 謝謝 謝謝 改天再來 啊有禮拜幾休息嗎 2到4跳一天啊 好 現在是下午6點 6點我們 開著SOLIO要來去 看訪這一家臭豆腐 禮拜 6的下午6點 蠻塞的 不好開 開過去大概要半個小時 現在是 在路上快要到了 開SOLIO就是因為 應該不好停車 晚上很好停 6點的話不太好停 開小台一點的 等一下 會比較好停車一點 好這個 停好車可是停蠻遠的 停在一個工地旁邊 其實就停在我那天拿桌子的附近 那現在就是走路過去 其實這附近我們剛剛看Google map 一大堆臭豆腐 我有個朋友也坐附近 好那他他剛剛打電話跟我說他 有另外一間推薦的 本來希望我們下次 再去吃另外一間 我們先去我們上次去過的那一間 兩個麵線兩個臭豆腐 一個肉丸一個豆腐鴨鹹 這麼多啊 對啊 好吃啊 麵線清麵線就好了 現在兩天都改了 今天特別早安 這個你們辣椒不會當壞 沒有嗎 辣椒也很好 吃溫溫喔 沒辦法 連來四天 我只有第一天吃到 我現在口水一直流 看一下這個辣椒 這個時間點來東西味道都進去了 看完來味道又 就會沉得比較不舒服 謝謝謝謝 有鴨鞋有做豆腐 麵線味 麵線味 一直流口水 再來買個屎 他在買個屎 酒 那天買個屎 哈哈哈哈哈 嗱 奇怪 嗱 好 吃 來 吃 你 很傳統 好好吃喔 真是喔 終於滿足了 終於有吃到 連來四天 那剛剛這個地址我已經放在畫面上面 它旁邊是一個清新福泉 其實這附近很多家啦 那它在Google Map上面是沒有任何地標的 那它的斜對面會有一個無名臭豆腐 那據我所知 它好像是一個發財車 後面是臭豆腐的那一種 還沒吃 但是說它的那個 應該是沒有內用 然後我們有一個祭司也住附近嘛 那我們一個朋友也住附近 所以說有兩個人 同時跟我推薦的另外一家 說很好吃 是我們剛剛那個地方在往前走 然後會有一個輪胎行旁邊的巷子 的一個Sagatana 三角窗 他說都是排隊 那我就不打算去吃了 因為那間沒有內用 沒有內用的話就不太符合 我們這個用餐時刻所推薦的餐點 但是這個有沒有要吃 你自己決定啦 因為也離我們店沒有很近 所以說你剛好有這個地緣關係 剛好在這一代 我個人會推薦我今天吃的這一間 排不排隊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我喜歡吃我喜歡吃的東西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機械堂專業電動工具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蝦皮購物 天天出貨 天天免運 出貨 見見 東西 我看見 有個大部分 油條 帶大陸 也不怕 大陸 那天 我們有個大陸 我去找找鞋 有間